嗨,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QC七大手法 QC七大手法包含了特性药因图 柏拉图、检查表、层别法、散布图、直方图及统计图共计七种手法 在了解到品质的观念之后 藉由品质管理原则 利用QC七大手法来当作提升品质的方式 而在这七大手法当中 每种手法都有其运用的要理 例如柏拉图适用在搜集数据 以不同区分标准加以整理、分类 来计算出各分类项目所占的比例 再按照大小顺序排列 加上累积值的图形 所以可以利用柏拉图来掌握品质改善的重点 进而获得较高的改善成果 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手法之一 以一个半训机构的承办人员为例 将简单的柏拉图运用于训练业务时 一定可以发现经常派训参加某职类训练的公司 在各年度派训的情形 例如可以知道该公司在哪几个月派训量达到最高 也可以知道该公司可能的派训人数 因此在课程规划时 就可以依照统计数据来调整开班的时间与题次 按照分布行刑投入培训的量能 将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 达到经济成本最佳化 同时也能提升服务品质 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就可以提升企业对外经营的服务品质 同时也能优化企业内部流程与管控 QC7R手法只是工具 而如何活用工具 则是使用者应该思考的关键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啰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 不妨上网搜寻一下 CPC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 有关QC7R手法的课程 相信一定能够对于如何提升品质 有所帮助 锁定MyMKC 锁定经营管理 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